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吃喝 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 就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 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 特别在这里保罗提到了分门结党 不容神所喜悦 比方说贫富阶级的分别 因为这个贫富阶级的社会经济的一个差距 使得在教会里面首圣餐的时候是不合一的 因为当时的希罗文化 他们必须各自准备自己的圣餐的食物 虽然他们一同来到教会 但是也因为贫富不均 他们准备的食物也就各数一个互有的 区别的贫穷的 他们劝切的体谅跟关顾 也就加剧了整个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均 在这里面也就出现了饥饿以及酒醉的情况 保罗特别教导要能够牺牲自己 以别人的益处来作为主要的考量 那如果因为贫富阶级的差距 守圣餐的时候也各自分别出来 那保罗所教导的 以别人为益处在此也就荡然无存 当时哥尼多教会的做法 是羞辱人的 因为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 同时也藐视了神 因为神提出 我们在整个教会里面 是合一在他的权柄之下 所以哥尼多教会的基督徒 以他们自己的度负为神 也就自以为贵 自以为告 当然也就不合神的心意 接下来23节的经文如此记载 我当日传给你们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注谢了就不开 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方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值得到他来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 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饼杯的吃喝 为的是要纪念主 有基本上三个的重要教导 第一 是有关于守圣餐的地方 不是要为死人饥饿 酒醉的地方 而是纪念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第二个重点是 我们要敬重于耶稣 用他的身跟血 所做的牺牲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指的就是用不孝的方法 比方说我们心里面有罪恋 我们歧视 刚刚保罗所提到的 这些贫穷的人 我们自以为高 那如果是这样子 用不孝的方法 来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亵渎了神 为我们所做的牺牲 另外 祝福的杯 剥开的饼 等同我们领受了基督的圣体 所以圣餐是与主来交通 当然也就是与所有的弟兄姊妹 一同在守圣餐当中 与主耶稣基督来交通 因此我们必要省察 自己有没有不孝的行为 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 行为举止 因为如果我们却有不孝的心思意念 行为举止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经文 因此在你们中间 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 使得也不少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 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聚会吃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 可以在家里先吃 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 其余的事 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成如之前的经文所提的 如果我们无法明辨 在守圣餐时的不孝行为 就要受到主的审判 主的审判包括了 使我们的肢体软弱 患病 甚至是睡着了 接受主的审判 在保罗的看法里面 仍然有益处 因为透过主的审判 虽然折打教诲我们 但是我们仍然得以蒙恩 就像我们之前的经文 格林多前书五章五节 所提到的 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探 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 在主耶稣的日子 可以得救 第三个有关于圣餐的教导 是保罗希望我们透过守圣餐 与弟兄姊妹来交通 因此他特别提出 要能够彼此等候 不要自己肚子饿了 就先吃 如果你担心会饿肚子 那么可以在家里面先来食用 他的重点教导 在于彼此的等候 互相的帮补 求我们一切的合一 这个教导非常重要 所以保罗也在三十字节里面 特别提到 他希望能够亲自到哥林多教会 与所有的基督徒们来做交通 各位弟兄姊妹 守圣餐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做的崇拜仪式 但是这个仪式实在 让我们能够纪念 在圣餐当中 主所为我们走作的牺牲 同时在这守圣餐当中 也是跟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交通 当然因为众人一起守圣餐 我们就与所有的弟兄姊妹 同时交通 与主联合在一起 愿主能够保守 看顾我们的心事意念 彼此等候 彼此帮补 为了求教会的合一 这是我们何等大的一个益处 愿神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